关注鲤鱼打铃堂 暑假作业一口气就做完了 加油 谢谢啊 哈喽小朋友们 目前暑期档电视剧 是不是给你一种 哇 娱乐圈改头换面的感觉 就老云头的反应来说 啥 王一博 啥 求自棋 咋都谁呀 怎么就住院电视剧了呢 所以今日演技大赏 我们就来看看 在这个新人扎砖的暑期档 到底有没有能打的 还有谁 你只要一打开电视剧列表 保证让你从头到尾 雷声满地 首先要说的就是 去年拍摄 今年播出特效感人 造型喜感的 PPT题材电视剧 熏云剑之汗之云 里面有两大主角小鲜肉 张云龙 余萌龙 在第一集 他们有一张 哦啊激烈的对手戏 你根本不需要这道具情 这两个人的演技 你就能感觉到 能论读透 表情不需要 内心戏不用朝旁白方女说 谁用 谁知道 我那个去 这会不是苏迪 这会不是苏迪 找到你咯 我就苏迪 平田君 果然是苏迪 好去 你这造型略显犀利了吧 然后夏天 你总体有水 是不是 老花一朵朵 满足你 哦啊又有运动又有脸 看到这个 你想到了什么 哎不是我说啊 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还拿这种演技来互动观众 啊 一八八的熊子齐 演技实在是跟不上身高啊 对着女主扩呼啸的 那比志愿哲姐姐还标准啊 对着喜欢的女孩和好哥们 那都是一副尴尬 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哈喽 你在哪儿呢 还在忙吗 当然了 还要再来说一部 情识 情识 情 呃 情识历人 明月星 哎 本剧最大的亮点 就是由张冰冰出演的 首位机器人亲手 决手投资之间 嘿也是端端端啊 童签下来就一个字 四评八文 READY GO 你看和大臣说话 臭母亲发火 和鸣鼠聊天 只要这一声致服在 我就立刻能开机 二四九 开机 还有在青春片 青春最好时中 传承了木论演技的 曾顺兮 你能看出他抱着 受伤女主跑得很着急吗 你能想象 这是想出朋友内心复杂 只能默默收回手吗 哎呀 说了这么多啊 下面 竹菜的才来 让我们隆重推出 一下三位表现图出 可康大量的新鲜血液 首先要说的就是 新人老 姑 谁写的老公这是 首先要说的就是 新人李宪 首先最好看网剧 和神的男主角 这部剧怎么活起来的 在编辑部门就看出来啊 姨娘安丽给了景丽 景丽安丽给了我 总之那就是一传十传百 成了动人皆知的秘密 那首次挑大量的李线呢 高品质的电视剧 给他加了巨大的buff 身上那股子劲儿 也完全看不到以前的影子啊 睡在我上部的兄弟里 他痴情苦逼了起来 好好嘞 小姐 法医情名里呢 还有胆小怕鬼 寡松的黑 火属 那这次又完事不公 哎呀 啪哩啪气又见了吧今儿的 倒什么乱啊 我跟你讲啊 这铜壳老郭师傅传给我的 表情那就一个字 哼 配合歪伯丑人之动作 完事不公 啪哩啪气的性格 李纹了 你是谁家的小姐 你说谁啊 我爱干嘛干嘛 眼睛嘴角 手势抬头文的都在表现啊 年轻却多变 也能耗得住 这个时代 我们还能期待更多吗 微笑 那李线的未来呢 你就看看这脾气吧 你想起了谁 哎 绣春刀里的周一维啊 我心里怎么想的 你还不明白吗 如果 一呢 把这个台词加强 加强咬字气息 二呢 加强哭气 这些重情感的气氛 那实力派一匹 帅下一把刀 可以是李线 我觉得OK 一说到周一维 姨娘立马凑过来 硬是给我介绍了一个人啊 谁呢 郑叶成啊 在姨娘眼里 她就是下一个黄旋 为啥呢 因为从她演技里 透出的 那就一个字 我 咽 咽啥像啥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 节目微信做一个 不 武器的人 俩 谢谢观看